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妞 这是我老妈 最近的话,关于网上有很多老妈的这些评论 还有就是很多留言嘛,有很多关于老妈的 小妞呢,就有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些问题嘛,小妞就给大家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让老妈上劲 首先这个问法就有点不对 为什么呢 首先小妞从来没有说让老妈不上劲 还有我们家拍视频,都是拍得很随意啊 大家都知道的,很随意,特别的真实 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谁在,就在的人都在 就是没在的人肯定就拍不到了,对吧 有的时候谁还没点自己的事,对不对了吗 说有些人就是这样 就是,他就是喜欢想歪了,是吧 他们就是问嘛,问是不是 我为什么最近不上劲啊 我就说是,他们不需要我 有时候嘛,我还是用我的一些事,要去做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每一条视频都要我载啊 有些事情他们能搞定的,我也就不用在场,也没关系 他们就想歪了,是不是 就想成说,我不让老妈上劲 你们不让我上劲 其实我说这句话,我应该想,我应该想,我这个人我就是直来直去的啊 我应该是没错的,是不是 就是有的人喜欢想歪的,对不对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比如说,老妈有事啊,不在啊,对吧 或者是我们做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老妈不舒服,或者是 我们这个事,只需要我们就可以搞定了,对不对 对,不是说有些事 做每一件事都要我查一下,是不是 对,其实老妈的回答,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意思 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就是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 对一个语言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对,所以说朋友们,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误会了啊 有的人就说,我说这句话好像我有业气一样,是不是 对,我有意见 再说了,这两天不是卖福他们都回来了吗 对不对,有那么多人 对,对,是的 我不查一下也能搞定的事,对不对 这为什么反而我去查一下呢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对 人家都想,就是喜欢想歪 对,其实老妈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老妈最近一直都身体不好 所以说我们后来 因为老妈带小满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也有能力了 然后我们就尽量的 不要让老妈太辛苦 然后小一的话 我们现在就目前是自己带的 然后小满的话 就是我姐姐带的 大家就是说 老妈又不给我们带孩子了 又怎么怎么啦 我们又不给老妈带孩子了 我们又怎么怎么啦 这几千吗 以前都是在家里 哪里都不去 对吧 我有时间我也带带 对不对 没时间就是大家 这个带一下那个带一下 对不对 现在去成都了 他要去上学了 就是还有两边跑 还有这个家里这么大一个家 是不是要人打理一下 对不对 大平不是说就是搞卫生这块 虽然说家里有两个男人 男人这些事他们是搞不定的 男人的心没有那么细 尤其是像妖书这种 男人嘛 他们只能去做一点苦力 妖书最喜欢干什么 妖书最喜欢的就是 点包骨 栽红勺 喂鸡喂鸭 对 你要让他洗衣服的话 他都 家里塞塞洗洗这些 男人是做不了的 他没那么细心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家里 就是不能少了男人和女人的原因 就在这里 互补 一个是小马 有人就问 我为什么不去带小马 其实我解释起来是 那个 有很多的话 我就是解答的说一句 老妈说的是 现在带孩子要有文化 因为他要上学了 现在上学谁都知道 三个月了 上学回来老师还要 不值作业 教家长教 我就说我文化不够 我就说姨妈带更好 有的人就说奶奶带好 我说姨妈带更好 因为姨妈有文化 就是放学回来 她也可以 教做一点作业 就是有时候像 小牛她们不在的时候 她们不在的情况下 她也能搞定 像这些事情 就是说 姨妈在那里 比我更合适一点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理解成 老妈说的是 我们嫌弃老妈 没文化 人就是这样 你俗话人情 故话人重 就是这样 就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对不对 其实说白了老妈 我跟你讲 其实还是那个 多沟通 你知道吧 其实你看我们 多沟通还是 就挺好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们还是一家人 对不对 我从去年 我的腰就痛 不是从去年 应该从老早之前就痛 因为去年严重一点 所以我就静止 不到那边去 我就在家里 在家里 家里宽敞一点 家里宽敞一点 也好运动一点 对不对 我锻炼一下身体 跳一下 人家又说我 腰痛了 又说腰痛了 那绳子不能带 能跳 我真是无效 好了朋友们 就是说怎么说呢 其实一个家庭 我觉得还是家和万事心 就是还有就是 家庭也是需要经营的 大家在一起 多沟通就好了 其实我跟老妈两个人 一直都挺好的 然后就是 我们经常回来的时候 干嘛 然后我们也都经常聊天 然后老妈也经常 帮我带小衣 像我在干活的时候 都是老妈在帮我 所以说 希望朋友们 大家多多理解一下 多多支持老妈 还有多多支持小妞 好不好 谢谢大家了 老妈辛苦了 真的实际上 让你受委屈了 好了好了朋友们 然后今天就先在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朋友们 拜拜拜拜